在前兩天再撥19萬劑 總共撥29萬劑 那其實我們現在因為19萬劑是 前兩天才撥下來 那目前庫存大概還剩下16萬劑 以新北市的量 一天如果要採集家隔離3加4 1萬人喔 現在基本是1萬人6隻 再加上我們一般的行政要去處理的 跟集家照護也好 跟所有相關防疫有關係的 我們算一算一天將近10萬 所以剩下的量能是大概有不到一天多 不過CDC主機官我們有主動跟他聯繫 他說這個部分不用擔心 我相信防疫在整個篩季 大家全力的努力以下 然後業者努力生產 我們希望篩季變成不但是平價 能夠讓市民買得起 更重要政府在使用的過程當中 也能夠照顧到需要被照顧的人 所以其實面對這個問題 我應該有信心 看到業者很努力 他們也不斷的生產 像這個月他們可以生產1200萬劑 下個月再拼一拼 有機會到6月初 能不能拼到2000萬劑 到7月份看能不能拼到7000萬劑 他們也在拼 7月份拼到3000萬劑 所以他們也在拼 大家都在拼 把快篩四季 而且業者也希望大家努力 要把快篩四季的價錢能夠盡量壓低 讓民眾都可以買得到 這才是我們 跟所有的這個生產的廠商 大家一起努力 一起要共同面對這一波海嘯型的 確診室以及機格室 大家一起加油的 我們在機格一定要快速趕緊尋好 那這個示範計畫 我想到下午 我會給大家做詳細休眠 那我們會提早送給中央 希望中央能夠核定 因為每一個地方的疫情狀況完全不一樣 有些我們也知道 有些腳步不要快 有些腳步要快 那每個縣市狀況 就像各國的整個疫情狀況不一樣 既然不一樣 我們必須要有一些地方採取彈性應變 那我一定會跟中央大家一起努力 共同來把這一波疫情做好的轉型 就像我們前段時間 我們居家招呼提早的將近半個月先做 如果今天居家招呼 我不提想半個月做 試想光今天我的居家招呼 已經達到七千一百二十九年 這樣一個大量 再加上我的機格 今天預估最少三萬五 想想看就有四萬三千個左右 需要我們公衛團體 在這轉型的時候去把它處理好 三立新聞網 台灣前三大新聞網站 影片累積觀看數超過30億 九四藥客宿 2020海美四次大選 蟬聯發燒影片第一名 人生驚嘆號 台灣最溫暖正能量的人生故事 都在這裡 訂閱三立新聞網 YouTube頻道 並且按讚開啟小鈴鐺 國內外大小事 下載3D新聞網 APP即時新聞 不露階 下載3D新聞網